11岁的广东女孩陈琳患有罕见的先天性隐眼症 她出称起视力就完全丧失 然而她却用听的方式 在两年九个月的学习之后 拿下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证书 成为全球首位ABRSM钢琴演奏八级 且成绩斐然的中国籍视障人士 陈琳也因此有资格申请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入学 进而申请奖学金 我老觉得那是在做梦 因为那是唯一的一次坐飞机 我觉得回忆起来好痛 不是坐飞机痛苦 是觉得这两年或者是近几年来可能都没有这个机会的 正常人要考着英皇八级不练个四年是考不过的 不练个三四年 起码三四年 而且还未必能优秀 因为她的优秀就意味着她将来申请皇家音乐学院会获得奖学金 她只是以为学来玩一下 我就很明确 我说必须要学成个专业的 不然你就学来没用 因为说真的 大家社会对他们定位就让他们去做按摩嘛 陈琳的老师陆韵明对他要求很严格 陆韵明深知 对于视障人士来说 要做好一件事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由于看不到 视障人士光记曲谱就已经需要强大的记忆力 每次练习新曲子之前 陈琳都要将曲谱反复听直到烂熟于心 每天两至三小时的练习 家里的琴弦断了换换了断 但陆韵明也认为 小陈琳有着异于常人的音乐潜能 看不到是她的劣势 但听觉与触觉比健全人更敏锐 则是她的优势 十个里面可能会有三个人在这年龄过 关键是那三个人都是从小学的 但是她在考八级就递家为止 她才学两年九个月 非常短就急速了 对有着天赋而且愿意练 上帝关着你一个门肯定会给你一上窗 然后他们是 而音乐是靠听力的不是靠眼睛的 其实眼睛反而是一个大的障碍 我们之所以学得慢是因为我们看得到 对于陆韵明来说 陈琳是他24年执教生涯当中第三位视障学生 他坦言 教授一名视障学生花费的心血 等于教三名身体健全的学生 他希望陈琳的音乐潜能和成绩 能够给更多的视障人士带来信心和鼓励 小狗 小狗它下面这个身子我是用手撕的 因为我不太方便用剪刀 有时候会剪到手 我比较喜欢做手工 还有写作文还有弹钢琴 所以我以后想当一个作家 还有一个音乐家 他妈妈也自己教他点奥数 文化课是不能丢的一定要学好 希望他以后能学个第二外语什么的 但是也要抓紧的毕竟他跟正常人不一样 说白了就是他要比正常人优秀很多 他才能获得一个正常的机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